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李宗老师 来那我们在面对到整个高中数学里面 其实很多同学都在思考说 诶老师那求三角形的面积到底公式有哪些 你们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求三角形面积公式 但是我看到题目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那今天我们这个影片我就来帮各位同学介绍 你在高中课程当中你会用到的三角面积公式到底有哪些 那如果说你本身我写完了之后 你会发现其实这些公式也不错啊 你就可以拿出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下方资讯栏都可以留言哦 OK 那我们来开始吧 来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一下三角形的面积公式 来面积公式是多少 来各位同学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下手 来假设我现在给你一个三角形 OK 好来那这个叫做ABC 来A的对边叫小A B的对边叫小B C的对边叫小C 好来那这个呢A边上的高 来这个高这个叫做HA 好来那第一个三角形面积公式 也就是我们最常用到的这个叫做二分之一倍的底层高 你不要小看这个公式 这公式其实还真的蛮常用到的 那这个是我们一般来讲说最基本的公式 好这最基本的公式 OK 可以哦来再来你还要学过什么 好我们学过三角的时候我们学过如果今天我会有两边 然后中间还夹一角 那你就会实现到的是第二个公式 这个叫做二分之一倍A C Side B 好 或者是AB Side C BC Side A 这个都没关系我先写一个就好了 那老师那这个公式什么时候会使用 当题目给你的条件是两边加一角的时候 好这是你的第二个公式 这是你的第二个公式 来再来你第三个公式是什么呢 好来 既然有SAS呢 那我们就来个海龙公式吧 来这里我们讲到的S叫半周长 不是国中 国中的S是周长 高中的S是半周长 OK 来所以海龙记住 前面没有二分之一倍 前面没有二分之一倍 海龙是一条龙嘛 砍一棒S翘翘嘛 这个讲过很多次 来所以这个叫做S 来这个叫做S-A 来这个叫S-B 这个叫S-C 来什么样的情况下 会使用到这个公式呢 我们当我给你条件是SSS 好如果你有听到什么叭叭叭叭的声音 那我们家附近在施工 因为我们因为这个施工东西 我们延荡了那个很久了 所以我们觉得还是要拍了 所以如果你有听到叭叭叭的声音 就稍微忍耐一下 来再来老师还有没有 有 来这个叫做RS 老师 什么叫做小R 这个小R 我们叫内切圆半径 这个小R叫做内切圆半径 所以当题目跟内切圆有关的时候 我们就用到RS 老师 那有内切圆肯定是有外接圆喔 没错 如果是外接圆的话 这个叫做4R分支ABC 那个R代表是外接圆 那个R代表是外接圆 OK 好来 好那这个部分呢 大致上一般同学会到这里 我觉得很棒很棒 很棒 来那我们再继续往下开始 来我们进入到的是向量的世界 向量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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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今天我给你两个向量 不然我写在这里好了 来看我这里 来这里有个向量 这个叫做A向量 来这里有个向量 叫做B向量 如果这两个向量 它去夹出来一个三角形的话 那我要求这一个三角形的面积 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来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公式 叫做二分之一倍的 根号什么东西 长平减积平 这个叫做长度平方 这个叫做长度平方 扣掉所谓的内积平方 长平减积平 这个公式蛮特别的 这个在平面空间都可以用 这个在平面和空间都可以使用 这个在平面和空间向量 都可以做使用的动作 来BUT 如果今天我给你这个向量 它叫做平面向量 平面向量的话 那其实我写到这里好了 来如果今天A向量 这个叫做A1 A2 来如果今天B向量 这个叫做B1 这个叫P2 来由这两个向量 所围出的三角形面积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到 二分之一倍 来看我 这两杠代表绝对值 这两杠代表行列是口诀 我们叫向量排排站 什么叫向量排排站 就是你让向量站着 躺着也行啦 好 A1 A2 这里叫B1 B2 我跟你讲 我每次只要写这个公式 大部分程度好的同学 都会马上接到下面那一个公式 我先强调一下 这个向量只有平面向量 空间有另外一招 空间有另外一招 来 老师 那我先回到我刚刚讲的 每次我讲到这个公式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帮我吐出另外一个公式 哪一个公式 如果我给你三点坐标 比如说A点它叫做X1 Y1 B点叫做X2 Y2 C点叫做X3 Y3 给你三点坐标球面积 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称作 测量源公式 或者是携带公式 OK 来这是什么呢 记住这里是二分之一倍 这两杠代表绝对值 这两杠代表行列式口诀 坐标排排站 来坐标坐标坐标 记住X1 Y1 X2 Y2 X3 Y3 然后记得你一定要重复第一点 重复第一点 X1 Y1 你要记得吗 这两个都是行列式 行列是这样子 真的 登登登 对 取正 再来取负 取负 就像一个携带 什么情况下我们会使用到这个公式 当题目给你坐标的时候 当题目给你坐标的时候 我们可以使用到这个 老师 那你就你刚刚来讲的话 你的平面向量会有两个 那空间向量肯定有两个啦 没错 空间向量也有两个 来我把它画在这里 来假设这边有一个向量 这个叫做A向量 来我现在写的是空间向量 来我这边有一个向量 来这个叫做B向量 这个也是空间向量 来由这两个向量所夹的 平行四边行面积 你会不会 老师你怎么提到平行四边行面积 没关系 我们先看来平行四边行面积 这个平行四边行面积怎么算 会会会 这个你肯定会 这个我们可以使用到外机 求出那一组特定的公垂向量 所以就是这一个向量 这个向量不但跟A垂直 这个向量同时也跟B垂直 所以这个向量的名称叫做A x B OK 来那我们只要三角形面积 那所以同学你帮我取一半就好了 一半就是我的三角形面积 OK 来所以这边我们就还有一个公式 这个叫做二分之一倍 这一组特定的公垂向量 长度的一半 我这样注明 那个外界的动作你就自己做 好不好 这一组特定的公垂向量 长度的一半 OK 可以喔亲爱的我想要这边几个 1 2 3 4 5 6 7 8 9 9个还有没有 还有 接下来就比较冷屁一点的 接下来就比较冷屁一点 如果我给你三中线长度 三中线长度 阿老师有这个公式喔 有啊 三中线的长度 来看好了 来三中线 这三中线丑围成的三角形面积 我给他一个红中的中 可以喔 我给他一个红中的中 麻烦你这边 来红中中你就可以 来这答案是三分之四倍 三分之四倍 三中线所围成的面积 三分之四倍 三中线所围成的三角形面积 OK 三中线所围成的三角形面积 阿老师这个怎么记 这个很好记啊 来各位同学 你有打麻将 麻将红中有几支 四支 哪几支有一台 哪三支有一台 没错 还结束 可以喔 来你既然有三中线 那你肯定会有三高 是什么叫三高 高血压高血脂 不是那个东西 是三角形的三段高 来这个 来看我喔 这个可能叫做HA 随便画一个 来来来来来 这个叫做HB 来这边 这个叫做HC 好 来由三高所围成的三角形面积 哦这个有一点点难喔 来我把它拉的长长的 哇哦好长 对我长到这里来了 来这里是根号的 好这里是根号的 要许我来 你看到来 HA分之一 加上HB分之一 加上HC分之一 然后来这边是HA分之一 再加上HB分之一 减掉HC分之一 然后这边是HB分之一 加上HC分之一 减掉HA分之一 然后最后一个 看我眼睛快瞎掉了 来这个叫做HA分之一 加上HC分之一 减掉HB分之一 高的导数 嘿 来这个叫三高 他有一种有说 哈老师 干你这最后公司超白痴的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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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做做看 你真的拿题目做做看 这个公式超快超级快 我今天把我会的 几乎全部交给你 大概这些东西都很够用 其实坦白跟你讲 后面这两个有点多的 为什么 因为实际上考试的时候 这个有点算是特殊的考题 那前面的东西 基本上你是全部都一定要会 那如果有机会 或是你想要知道 哪个题目有什么样的应用公式 或者它的题型是什么 你告诉我 在留言下方告诉我 我会把它对应到的题目 我讲解一次给你听 OK 所以没有问题的话 赶快抄一抄 记得帮我把这边影片分享 给你那些已经学过三角 或者是向亮 还有学过学测的同学 想要的影片 记得按赞留言 订阅分享 想买我的线上课程 想加入的会员 下方资讯栏都有连结 我是李翔 我外面真的是有够吵的 OK 大家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